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Hutch 阿赞 这次的登山行我们要去乐佩组合O型舰走 这是一条位于山峡屋来交界的终极山路线 由于难度高落差大路径险 因此很适合作为爬百岳的试验所 来到英哥火车站5点25分 这是我们今天的爱车 在我们去爬山 看下我的画面 这里就是熊空车站 今天我们要来走乐佩山加组合山O型舰走 目前时间是6点18分 我们在熊空车站还有天赋长崎这个位置 准备出发了 那我们就出发了 目前时间是6点24分 先从我稍聊明宅旁边的小屋上去 我稍聊这边有很多的人工养殖池 目前养的都是尊鱼 千五长期则养的是熊龙鱼 但上口在明宅的旁边 这个是游牧 一百五十七之一号 上了 街上马路 这个是中根产业道路 往右下去 就是熊空车站 往走 可以上去 匀深瀑布 乐佩山 足路卡堡都可以 来到中森山庄森林停车站 你们看到匀深瀑布 快一点45分钟 目前时间6点41分 来到足路卡堡 左边足路卡堡 右边匀深瀑布 我们就走小径上去了 先经过匀深瀑布 东部吧 花冬一饼 花冬一饼 经过一条木战桥 这里有好几个溪沟 百岳元山区熊光山区的溪沟特别多 所以就架了好几个简易的便桥 方便人家通过溪沟 听到右边底下的水声 越来越大声了 代表匀深瀑布 即将到达 又来到土石流区 这片土石流区 也是蛮重关的 请谢而下 滚滚土石跟 泥水 来看一下这个标志 云深瀑布 过这个桥就到了 已经可以看到 瀑布的实地了 那我们就过桥了 过去就是云深瀑布 真是有心人 用这么舒适的木板桥让我们走 哇 这里是一个小瀑布哦 这个是中根溪 来到云深瀑布 这里同时也是往卡法山的沙路 这里上去 先去云深瀑布拍照一下 很美的瀑布哦 来到云深瀑布 天然的美景 而且不用花钱 就可以到达 一开云深瀑布 时间是7点24分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下一站就是 卡堡山跟乐佩山的沙路 这东西云深瀑布的上游 点亮满充沛的 从云深瀑布的旁边 这条小径上来 就要连续的抖上 将近一千公尺的落差 才会到达了能限 在云深瀑布的上游平台 就是这个地方 最下去就是瀑布的 通道我们刚刚拍照的下游 来到深山瀑布 时间7点29分 满满的树根路 让你吃到好吃到饱 来到这边海拔已经 720公尺了 我们已经在 三峡雄通地区的 深山林内了 白花的九穹树 在左手边 我们继续走在 登山小径上面 沿路一直抖上 完全没有产息 一直到 卡堡乐配的能限 已经听到左边的 沉沉溪流声 我们即将来到水源地 这里 这里的印尼泽 很多 因为就在水的激流冲击之下 就会有很多的印尼泽 来到水源地 我们终于上来了 R3的六七百公尺才上到这边 大概就是950公尺 我们来到这边 8点36公尺 这里的溪流清澈 而且湍急 所以空气很清新 很好 而且 富含 因离子 是非常棒的 天然空气 哦 这里的水很清澈 所以取水 饮用 不过还是要足够 比较安全 冰凉啊 在这里冲的水 是一件非常享受的水 还不能起来 我给它去掀掉了 离开水源地 我们继续往下一个目标 前进了 下一个目标是 先到 卡堡山跟乐佩山的插入 卡堡乐佩插 就是能线了 我们要上能线 海拔高度已经来到一圈了 上次来到这里 是今年二月的时候 满地的白雪 然后这个溪沟 刚好有溶水 产生的溪流 渐渐而流 现在我们就地重游 整个就是在森林小步道里面 是干燥的 来到木炭古道叉 就是这个平台 我们在这边暂时歇息一下 左右边就是木炭古道 以前挑木炭 在山上烧木炭的地方 即将来到能线了 这有一片将近90度的拉绳大陡壁 要攀岩上去 真的很陡 然后路又窄 上来这一段 就开始有三毛菊了 现在我的两旁都是三毛菊 虽然没有饭房的三毛菊可以看 虽然没有饭房的三毛菊可以看 但现在翠麗的三毛菊也很漂亮 现在满地有落叶三毛菊 现在没有找好 但是也蛮可观的 即将来到能线 前面那个亮就是了 来到卡堡山 乐佩山的岔路能线 终于上来了 时间10点33分 这个能线往左 就是卡堡山 往右 乐佩山 我们二月的时候 要上来赏雪 就是在这个 顶端 看雪 超级的辽阔 哇 现在完全没雪 二月来的时候是冰风 冰天雪地 完全没有办法走 而且非常的寒冷 现在我们在能线上了 这个年线就是卡堡山跟乐佩山的岔路 往左卡堡山 往右乐佩山 甚至可以看到 八道尔 有没有看到前方那一颗尖天的山 那一颗就是乐佩山 已经可以看到乐佩山了 现在被银路遮到了 但是现在的山头 可以看得到 前方的乐佩山 隐约可以看到山头 然后有银路在飘 非常的快 等一下我们要挑战的山 乐佩山 好那算 没有什么东西 要吃了 我们好吗 不得了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好看 有什么好看 没有好看 有什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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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爬山往樂佩山的這條岔路 真的非常的複雜 路徑不清 倒木也很多 要小心的行走 哇可以看到樂佩山 在林蔭之間 好尖哦 就是上面最尖的那一棵 路徑真的是超原始的 幾乎辨識不出來 滿天的三毛矩 這裡什麼沒有 這三毛矩最多 整條路徑 滿滿的建築 建築林幾乎淹沒了我們 前面都看不清楚了 還有知說失望 終於穿過了建築林 超級茂密的建築林 不過接下來又有另外一波的挑戰 因為是在原始林郡裡面 所以山路不是很清楚 蜘蛛室又多 好像在敷天然的面膜一樣 一直往裡面上鋪 從叢林中冒住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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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樂佩山 就在那個方向 我們即將走出叢林 來到樂佩山的安部了 珍貴樹種 山毛矩 街上插路 那这里就是竹河山 云生瀑布满月園山的插路 然后乐沛山要继续再往前 我们终于到达雄空南山 沐抗古道的插路了 哇 从林中穿越出来了 目前时间是11点15分 现在时间来到12点03分 看一下前方的乐沛山 完全被云雾遮住了 所以乌山应该也看不到了 前方就是乐沛山了 上面那个尖 底下安部 我们等一下会先在安部集结一下 来到乐沛山的安部 这个地方 往左就是腰绕路上乐沛山 往直上就是直接抖上到乐沛山 看一下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乐沛山跟屋山的插路 往直直直直上去就是乐沛山 然后我们往左边 叶绕可以到屋山 这里海白高度是1412公尺 我们来到这边是12点08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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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